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请听哈佛管理学 那么今天已经是礼拜二了 所以我们要继续分享本周的 同一个主题的第二篇文章 那么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呢 选的是很多企业都很头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培养接班人 那么一般呢 想到接班人会想到是 最高领导人要换董事长 要换执行长总经理 那是这里谈的接班人呢 其实我们可以再更广一点 就是其实每一个职位 每一个基层中阶的主管 慢慢往上爬 都是需要接班人的 你一定要往上走的时候 一定要后面有人可以接棒 而且最好后面接班人 比你这一棒更棒 那你这样子公司呢 才会更好嘛 但是常常呢 就不是这样嘛 就是事与愿违 所以我们怎么样 在每一个职位 找得到接班人 而且接班人呢 还要跟你 至少比你一样优秀 甚至比你更优秀 这个任务呢 事实上是蛮挑战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管理的文章 都在谈这个接班人的培养 培训呢 大家都相当的头大 那昨天呢 我已经分享了第一篇文章 就是那是20年前的经典文章 就是如何打造领导力的星光大道 那么今天呢 我要分享第二篇文章 叫新官阵亡谁之过 就是新官 新的长官 总是会阵亡 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 那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 蛮惊人的数字 就是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新执行长 根据研究三分之一到一半 都没有办法成功度过前面的18个月 也就是呢 18个月内就会阵亡的比例呢 高达三分之一到一半 这是不是太高了 所以这篇文章呢 就在分析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阵亡率有这么的高呢 那原因是出在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 是不是人的问题 可能是组织的问题 是整个办公室政治的问题 所以不一定是那一个执行长 个人的问题 那个新执行长 个人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卸任的 或原来的这个主管团队 必须要营造一个氛围 营造一个气氛 让新的执行长 也可以活得下来的 这样一个环境 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可能是整个团队的责任 所以这篇文章 主要在分享这个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我还是要分享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2000万的读者 面对面的活动 茶会呢 终于要在这个礼拜举办了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听众 过去一段时间呢 热烈的响应 我们2000万下载的活动 谢谢你们 第二就是 我们呢 已经很久没有发起 这个读者赞助 我们的Podcast的活动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 做得还不错 还可以对你有很大帮助的话 请你不忘打赏我们一下 所以请到说明栏 点击我们的赞助连结 小额的支持我们 那我们也预计呢 在内部切大蛋糕 所以这个赞助的金额 就会跑来切蛋糕 上一次呢 我们发起赞助 已经半年多前了 那个时候是喝真奶 现在呢 是在切2000万的蛋糕 那事实上 我们为了把节目 做得更好 事实上我们要投入资源 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Podcast的人物面对面 每周五的人物面对面呢 事实上也有YouTube的影音版 我们会把全程的录音的影音版呢 都放上YouTube上 所以各位除了可以在Podcast上听 也可以在YouTube上看 这就是第二个诉求 那么第三个呢 是邀请各位听众 如果你对我个人的粉专 有兴趣的话 请帮我追踪 按赞一下 远见HBR社长亚玛丽 这是我在一月 新年新希望 给自己的一个新功课 来分享一下工作的一些点滴 开了一个新的分享的平台 所以也希望各位听众 可以支持我的粉专 可以到我的粉专按赞 以及追踪 感谢 嘿就过来就过来 你是否有这些烦恼呢 教育训练总是成效不张 线上学习平台使用率 开高走低 落播课程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现在这些问题 HBR帮你通通解决 哈佛商业评论 企业学习方案 我们采用数位与实体的 混成式训练 集结百年来 全球千位大师的知识精华 打造每天10到15分钟的 零碎式学习 以工作者为中心的 企业读书会 大大提升同人们的 学习效率 赶快点击说明栏连结 交给我们 一起让知识落地 成为企业人才的能力与极战力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 标题是 新冠阵亡谁之过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执行长 那后来呢 是专门做企业的顾问 那他呢 写的很多书都是跟接班啊 领导啊 相关的 那他的名字叫 Den C.A.P.A. 那这篇文章呢 一开头呢 就提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就是说根据一些统计跟调查呢 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新执行长 会在18个月内呢 就败下阵来 就是阵亡了18个月内 这比例也是蛮高的 那有些人呢 是真的是可能是个人的问题 他个人领导力的问题 但是有一些呢 可能也是这一家办公室的 整个政治啊 或者是整个团队啊 或者是整个氛围啊 就是不利于新的接班人 可以在那边好好做事的 所以这篇文章就来探讨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新的执行长做不下去呢 那这边呢 也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家这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他的年营收呢 是数十亿美元 所以换算成为台币 就是可能近千亿台币 或超过一千亿台币 那这家公司呢 是一家消费性的商品的制造公司 跟销售公司 那这个董事会呢 也花了好几个月 寻找这个接班人 就是执行长 面试了好几个 后来呢 就一致通过呢 有某一位呢 就雀屏重选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位叫做哈利 好了 就后来哈利呢 就雀屏重选 那他雀屏重选 原因是说 他曾经在一家 这个跨国的这个大公司服务过 所以这家大公司呢 被认为是世界级执行长的摇篮 也就是说 这些公司专门培养很多高阶主管 然后在这家公司 升不上去之后 他就可以到别的公司 也可以就可以担任CEO 比如说G1可能就类似这样的 你在很多的子公司担任到高阶主管 那你G1升不到最高执行长 你到别的公司呢 你就可能当别的公司的执行长 所以他的出身呢 跟正苗红很棒 第二呢 他面谈的时候 从容优雅 回答问题呢 非常有深度 非常有见解 然后对于这个公司的策略啊 怎么做啊 怎么拟定啊 也都很有看法 所以后来大家都压倒性的觉得 这一位候选人很棒 出身很好的公司 学经历都很棒 那他的表达 他的谈吐啊 也都很棒 再加上呢 他还有一个优势哦 就是有人推荐他 而这个推荐他的人呢 也很有分量 所以种种原因呢 他就无意义的 董事会就很开心的 就聘请哈利呢 进来担任执行长 那这样不是应该happy ending的吗 找了对的人 那大家都很高兴 那他也进来了 董事会就功成身退 好像就完成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嘛 寻找接班人 寻找执行长 他都是董事会很艰巨的任务 但是呢 他后来哈利进到这个公司来呢 就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就说他们前执行长 就匆匆就退休了 然后这家公司的领导团队呢 就其他的高阶主管呢 这董事会并没有安排 其他的高阶主管 在这个哈利正式就任前 或者是他就任以后短期内呢 就对于公司的企业文化 对公司的决策流程啊 对公司的创新啊 研发等等 就有全方位的了解 并没有做这样的打底的工作 就是为哈利接班打底 都没有做这样的准备 那就让哈利自己啊 去碰着头破血流 就是他自己呢 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做 那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做的时候 就发现说 跟原来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是格格不入的 就发现这样的问题 同时呢 原来这家公司的财务长呢 事实上那个时候也是呼声很高 可以接执行长的 那他发现说 新的执行长进来了 他本来就有一副看好戏的心理嘛 我何必帮你 我何必帮助我的竞争对手 他本来就有一点袖手旁观 要准备看好戏 然后再观察到说 哈利进来 好像这个也摆不平啊 那个也摆不平 那他更是虎视眈眈 想说 那你哈利最好做失败啊 我以后搞不好我就有机会取而代之嘛 所以哈利呢 也不太知道 这个环境是有点凶险的 他也不太知道其他的员工在想什么 他也不太知道 这老臣们在想什么 他就搞他自己的 所以呢 就形成一个氛围 蛮诡异的 就是说 董事会的成员就说 那反正他就自己会去做 我们不要去管他 就让他自己做 所以就放任他自己去做 那员工呢 就反正可配合就可配合 可拖延就可拖延嘛 所以后来呢 在第一次董事会 他就任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呢 哈利就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建议 吓坏了所有的董事们 包括说 他经过他的了解呢 他就说 我要把这个公司的两个事业部门合并起来 以及呢 他要举债 他要借钱 赤资去收购 另外外面一家公司 提出了很多大胆的策略的建议跟想法 这个都有一点要伤筋动骨 或者是过去他们不太会这么激进的 突然间呢 这位哈利就提了很多激进的想法 而且要花很多钱的 甚至要去做借贷的 所以董事会就突然间觉得说 哇 那这哈利你在搞什么 你这几个月都没有对我们公司有进一步了解吗 你都没有去了解 原来的管理团队在想什么吗 原来他们过去的做事方法是什么吗 那在这个同时呢 这个没有得到执行长位置的财务长 就趁机开始跟 因为他是老陈嘛 就跟董事们 其实他私下都有一些交情啊 因为长期已经在这家公司了嘛 就会讲哈利的坏话 就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呢 这个哈利呢 在就任15个月后 董事会呢 就把他解任了 就觉得他不试任 他不了解公司的文化 他做的事情跟公司过去的 的作为呢 都违背 所以就把他解职了 那消息一公布了 公司的股价 当然怎么样 就大跌嘛 所以这就是他们文章的 一开始呢 就举了这么一家公司的案例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的案例事实上 好像也不意外 好像很多公司呢 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那这篇文章就分析了 接班失败呢 刚刚不是讲三分之一到一半呢 会失败 18个月内震亡 其实呢 会失败的原因呢 不光是领导人 就新的执行长的错 所以他这边就分析说 新的执行长 有他的问题 但是呢 整个这个领导的团队 或者是董事会呢 也有他的问题 那这边特别提到说 你新执行长 可能犯哪些错误呢 最常犯的错误有哪些呢 让你不能够成功接班的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你对新的组织 尤其你如果是空降的 外来的 你对原来的组织呢 不够了解 你不了解办公室的政治氛围 所以你就没有建立 必要的联盟跟同盟的关系 你忽略的去建立 这个联盟跟同盟的关系 就了解这家公司的文化 常常是不够用心 第二呢 就是说 没有达成必要的 就是你如果要推动变革 你必须要成功的 推动文化的变革 企业文化的变革 才有办法来执行 你想要执行的一些 新的策略 跟新的营运的计划 你现在先要做 这个文化的变革 才可以推动新的计划 如果你都没有 公司还是原来的样子 你要去推太激进的计划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保守的公司 你要推动说很激进的计划 那当然就会失败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可能很多新团队 他忽略的说 其实要让老员工 或者让原来的员工 改变他们旧有的工作习惯 一些思维 事实上没有那么的容易 不是说你嘴巴讲一讲 说我们从今天开始 要怎样又怎样 大家就会按照你 你所说的那个愿景去走 因为人是有惯性的 原来的业务 也是有他习惯的做法 你要改变这个 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是新的执行长 有时候低估了 这个新的环境给他的挑战 但是没有办法成功接棒 不是光是新执行长的问题 事实上整个董事会 以及这家公司的高阶主管团队 通常也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就是没有帮他 打造打底 他以这个美国大选为例 就是美国大选 这个总统大选的 投票日前好几个月 通常两党或者是不管几个候选人 他们就已经会先组成交接小组 一旦赢得大选 交接小组 因为已经筹备好了 事先都想好了 就立刻进入接班 就是交接的计划 所以他是有准备的 而且在整个交接需要什么样的人 需要什么样的团队 需要做哪些事情 需要了解哪些事情 需要从前一任接到哪些需要的资料 都必须要很完整 所以他们是这样来布局这个交接的计划 但是呢 这美国总统大选是有这样做 但是绝大多数企业界的执行长的交接 都没有做这样的准备 甚至是毫无准备 所以大部分的交接就是 就突然间就发生了 所以他的失败 阵亡率也很高 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的工作 所以这边也引用了有一份调查 是有好几个这个人力资源 跟顾问公司所联合做的 那他们在调查的公司当中呢 有一半以上呢 就回答说 他们并没有为 如果他们公司曾经有新的执行长 有一半以上都说 他们并没有为新的执行长 提出任何的正式的交接计划 所以人来了就开始做了 有时候是内部升上去 企业文化可能还比较了解 有些呢是外部来的 哇那就人来了空降了 就马上开始作私了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呢这边就建议说 执行长的交接呢 应该跟一般的新人报道不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搞得好像 他就跟一般的新人报道一样 就来了就开始工作 给他一个办公室 当然可能很漂亮 可能有个秘书 可能有个车子 但是呢你都没有一个打底的工作 一个交接的流程呢 就很容易阵亡 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说 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要有一个交接期 这个交接期呢 就是要很慎重的来设计 他这一段刚上任后 要参加什么活动 应该参加什么活动 会让他对这家公司 有比较快的了解 或对于他这个职位 要做哪些目标跟目的 有更快可以掌握情况 所以他的活动的设计 你必须要用一点心 你选对的活动 比如说公司很大 他到底应该先从哪个部门 先了解起 从哪些职位先了解起 那如果一开始起步是对的 一开始他参加的活动 就是有规划 有精心设计过 那他的成功机会就会高很多 那这边也有提到 就卸任执行长 就是我们新执行长 不是要去接前任吗 那卸任执行长的角色 如果可以的话 他其实也可以扮演 蛮重要的功用 就是他可以带着 新的执行长 先做一段时间 让他见习一下 让他以这个见习的角色 可以他们overlap一下 事实上可能也是会有帮助的 不过当然这边也提到说 很多卸任执行长 常常是突然间就被解雇了 因为表现不好 突然间就被解雇了 所以这个条件不一定是有 那不一定有卸任的执行长 可以带着未来的执行长 去做这样的前提之下 那其他的高阶主管 可能就要组成一个 协助新执行长 尽快进入情况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功能 就可能要递不上来 才能够让这个新的执行长 可以比较快的进入情况 那除了说卸任的执行长 或者是领导管理阶层 有这样的角色之外 事实上董事会 可能也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边也蛮吊诡的 就是很多董事会会觉得说 我已经选了执行长 我就让他去做 我不要干预太多 免得说我好像管得太琐碎 可是你如果都 把他这个完全不闻不问 自身事外 可能又会让这个新的执行长 他会新来的新街这个位置 孤军奋斗 自生自灭 所以怎么样取得 要管 要参与 要怎么样很恰当的参与 取得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就是董事会一个蛮微妙的一个地方 你要怎么样拿捏 我是帮助他 但是我又不是干预他 又没有很多的细节 也不能让他自生自灭 所以这里就有提到一些比较好的做法 比如说他这边就提到说 一些董事会可以固定跟指引长 有一个对话 比如说一开始指引长刚上任的时候 董事会可能要问指引长说 你需要董事会提供什么资讯给你 能够帮助你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董事会其实也可以跟指引长之间 有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对话过程 然后来了解说这个指引长 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而这个资源他或许出来乍到 也不太知道可能在哪里 所以董事会可能要适度的提点他一下 所以董事会的角色跟功能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篇文章 在谈说新冠失败了 阵亡了到底谁之过 不纯粹是那个人的问题 不纯粹是他的能力不足 不纯粹是他的领导力不足 而是整个氛围 整个董事会 整个卸任的执行长 或者是整个领导梯队 团队 他所塑造的那个 是不是有帮他打好这个底子呢 也都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那个个人 是不是个人有问题 还要看整个办公室的氛围 跟整个的文化 都是决定接班可不可以成功的关键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那明天跟后天呢 还会再分享两篇 如何做好接班管理的文章 欢迎各位听众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感谢观看